麻渣打板底下这一段看着很平 很多司机以为已经下到打板底了 其实这个河谷这一段还有很长的一段长下 很多司机就在这里一直放一直放 放到下面刹不住了 这段住家东西过太多太多了 这个车是两口子第一次跑这条线当场死亡 这一小段出事的太多了 太长了 太长了 而且看着平的很多 很多人一直放下来刹不住了 他这个应该是这里是个避险车的 一个在新章线跑了20年的老司机讲 他见证过太多的惨烈的交通事故了 曾经还拖了两具尸体回去 在路上饭店的人都不让他进门 几年前麻渣打板下面翻了一辆客运车 死了20几个人 尸体排生一排 那种惨状 从此以后心脏线就禁止了客运 现在集中完出事的也太多了 前段时间在这几个车吗 刚刚护栏修好还有运气好 撞了上 这个小车 拖走了已经 不是这个护栏 估计就下去了 这个是一个大车还是朋友 这个护栏 护栏小车还是有运车 护栏小车还是有运车 护栏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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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护栏小车 Dod mo 护栏小车 护栏小车 要运轻 现在 这种靈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